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父亲 父亲 孩儿今日熟读周叔的康告片 对明德慎罚颇有感悟 对明德慎罚颇有感悟 父亲 您要检查孩儿的功课吗 孩儿现在就可以背给您听 父亲 为何心事重重 子英 您想不想回咸阳 眼看冬日将至 这尚军寒风刺骨 您小小年纪 又何必困在这里 遭受如此寒夜 不管年幼年长 我都是堂堂男儿 受点苦又算什么 更何况 这苦父亲受得 上军中将是受得 劳作的老百姓 他们更是受得 为何我受不得 父亲 孩儿只愿追随父亲左右 为天下苍生之福奔走 父亲去哪儿 孩儿就去哪儿 父亲不走 孩儿也绝不会走 好 好孩子 公子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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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好心 等我到了九泉之下 我一定会亲自小巨子谢罪 自应扶我起来 特使大人 今日之事与蒙天将军和所有将士们无关 是 是 扶苏尽遵父皇旨意 此才谢罪 姑娘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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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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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 紫衣 你刚刚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 紫衣 这些事情交给我们处理 我已经安排好了 明天 你和蓉儿他们离开车里 谁说我要走了 你难道忘了你父亲临终前说过什么了 他希望你不要再卷进这些仇恶的纷争里 他希望你过平静的生活 平静的生活 父亲的仇恶是不报 我要怎能过平静的生活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听我的 这是你父亲的遗愿 听你的 父亲他一直都在听你的安排 结果呢 如果不是你冲动杀死那个特使的侍卫 事情又怎么会到到如此地步 现在 你又要我听你的 那你现在 打算怎么办 我要回咸阳 紫英被送回咸阳 却吃傻的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据跟随紫英回来的侍从说 紫英亲眼目睹父亲自尽的产品之后 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起初 赵高并不相信 但几经试探 却找不出破绽 等等